家里有剩米饭的一定要是这个虾仁炒饭 几分钟便可以出锅 做法简单又好吃 这是所需要的食材 一碗剩米饭 两个鸡蛋 一个胡萝卜和一个香肠 处理好的虾仁和虾头要单放 虾仁在背部开一道好入味 虾仁加入适量的料酒 胡椒粉腌制4分钟 半个胡萝卜洗净去皮切成片 再切成稍微碎点的丁 切好后放入盘里 香囊去皮从中间切开 长的切条 再切成小碎丁 切好后放入盘里备用 碗里打入两个鸡蛋 用筷子搅散 锅里放油 由热大鸡蛋月倒入 快速的炒开炒成小块 炒好后盛入盘里 锅里流入鱼油 把虾仁倒入锅里摊平 然后把虾头也倒入锅里摊平 小火煎至 煎至一面变色 翻过来煎另一面 虾头用铲子轻轻按压 煎出里面的虾油 再把虾头盛出来 把胡萝卜丁和香肠丁倒入 用铲子炒匀 倒入米饭 把米饭散开 然后再来调个味 适量的食盐 生抽 少量的蚝油和鸡精 炒好的鸡蛋碎倒入 大火翻炒均匀 炒熟炒香 淋出锅的时候加一把香葱 翻炒均匀便可以出锅了 太香了 鲜香味美营养丰富 做法还非常的简单 喜欢吃炒饭的朋友 一定要试这个做法 保证你吃一次就会爱上的 谢谢大家的观看